好 今天一消息再来看到 南投县信义厢发现艳色湖 领悟局呢 在今天申请了空情总队直升机前往空刊 详细状况连线的记者卓一兹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通过空拍画面呢 可以看到南投县信义厢的山上 形成了一个艳色湖 那么这个是被民众呢 在21号通报后呢 22号领馆处呢 随即呢是派这个专家搭乘直升机前往空刊 我们来听一下稍后的访问 哈伊拉罗西的艳色湖 我们在22号就是昨天的时候啊 特别请学者专家到现场去空刊 然后空刊的情形啊 经过评估啊 是没有立即的危险 专家表示哈伊拉罗西艳色湖的面积呢 有7到8座足球场这么大 去水量呢则是30座游泳池哦 但是呢并不考虑来人为破坏它 因为呢这个艳色湖呢 距离最近的侧落呢 有65公里这么远哦 经过初步评估呢 并没有立即危险 而南投领馆处呢 也表示呢 会持续掌握艳色湖的资讯 以及后续变化 之后呢将会进行更精确的测量与调查 以确保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以上是掌握到最新情形 主播 好了 现在已知在南投信义厢发现了艳色湖 不过初步评估是不会有立即的危险 如果您的 оф制补用25产检署 我们还是下面进行合员的 我们先上启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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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 甚至于 我们先上启随了